不會生氣的 這句話 真的很少生氣 這句話你 這句話你到我老公面前去講 真的嗎 你會後空翻倒彈5000公尺 真的啦 EQ很高 真的嗎 首先我們就來看看 藝人賈詠傑了 除了主持節目之外 現在更是搶當婚紗一姐 在五年家 好朋友也是知名的服裝設計師 黃淑琦共同投資了 人生當中第一家的婚紗店 靠著許多名人的清點 像是鴻海董事長郭台銘 2008年世紀婚禮上 曾欣益身上穿的這件水晶白色婚紗 就是出自於賈詠傑的婚紗店 加上店裡提供手工定制婚紗的服務 雖然所費不資 訂做一套就要萬元起跳 還是有不少新人是約約欲試 讓賈詠傑的婚紗店 在去年還有10%的成長 而員工有績效 賈詠傑這位老闆也相當的阿薩里 二話不說 自掏腰包花了百萬元 送員工到北海道旅遊去 要說賈詠傑勇勇闖婚紗業 最讓外界知曉的莫過於鴻海董事長郭台銘 和曾欣益2008年的世紀婚禮 給她掌聲鼓勵好嗎 而且今天新娘子的禮服也非常的漂亮 曾經已出場 鑲滿水晶的白色婚紗 以及粉橘色的晚宴服 一場婚宴四套禮服 家用節的婚紗公司 就包辦了真正三套 When you kiss me heaven sight 那他們來的時候 還來了一個假的新娘 對 先是一個假的新娘 那沒有人知道是哪 是誰 對 然後後來她才出現 沒有經過推銷 郭台銘曾欣益帶著幸福悄悄來敲門 也拍下了這張相互依偎的婚紗照 賈詠傑驚喜之餘也全程參與 曾欣益很會擺姿勢 她很會擺姿勢了 那她的肢體語言完全沒有問題 還非常的自然 那老闆就會需要帶動氣氛 對 那我們也實施在旁邊 負責要刷包給他們看 所以是胸前也是抓折嗎 對 然後這都是斯波羅斯基的 的鑽 賈詠傑負責接待 禮服設計 則是有請國內知名時尚設計師 黃淑琦負責操刀 因為新娘要低調 也不太讓我們裸露 所以我就只能露到背 那背就露到底 有的時候一件禮服 他可以給你做五六個月 還在雕 我說你們是在雕什麼花 真的是 就不知道 好像把所有的亮片 都要拆解開來 我已經買了這麼貴的布料了 可是呢 他們還要把所有的東西 全部把它打散開來 再自己重新排列組合一般 有話就只說 是兩個人的相處模式 賈詠傑 一個曾經當過記者 節目主持人的藝人 碰上了國內知名設計師 黃淑琦 原本只是點頭之交的朋友 卻因為同一個夢想 有了交集 2004年9月16號 在孫芸芸 陳孝萱眾多名人參與之下 賈詠傑和黃淑琦 共同投資的婚紗公司 盛大開幕 謝謝 好美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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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我們在那個 妹板前面拍照 好啊好啊 而這天也是嘉詠傑 第一次卸下藝人身分 換上老闆娘的頭銜 婚紗店從籌備 執行到開店 300多個日子的煎熬 一個女人的夢想 終於實現了 其實現在的心情 真的是非常的開心 剛剛聽到煙炮響的那一剎那 我覺得我的夢想 真的是開始了 現場美光燈閃個不停 一人朋友也是情意相提 各個換上了婚紗走秀 卻不領通告費 在在都看得出 賈詠傑在圈內的好人員 那你對婚姻有沒有夢想 有沒有憧憬呢 我對婚姻沒有什麼憧憬 但是我對她的婚紗狀 還滿有憧憬的 好 歡迎光臨 謝謝 這個裙擺好幾公斤重 真的很重 所以大家看到我剛走的時候 都非常非常的速度很慢 但是我覺得辛苦都是值得的 因為真的穿起來 每個人都覺得很漂亮 不過明星開店 除了光環加持 如何做出業績 外界是拿著放大鏡 睜大眼睛看 每一天都會問業績 然後一天 兩天 三天 可能覺得 奇怪這個月怎麼 這個禮拜 業績怎麼沒有很好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 就躲在被子裡 然後我老婆我說你在幹嘛 我說我在翻新 開店壓力雨日俱增 更多人關注的是 一個嫁入豪門的少奶奶 為何好好的生活不過 要在開幕當天 斷著高跟鞋 和三個月的身孕全場跑 我也沒有辦法 在家輕輕鬆鬆 想服務的日子 就是命沒有那麼好 我會覺得無聊 只要一無聊我就會 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整個身形其實都滿合得 那這個蝴蝶結的話 其實會讓你腰部的曲線 看起來會比較明顯 就是在棚內的部分的話 我們都是會弄得比較華麗 相較以前當藝人 處處都有人服飾 現在轉換身分變成了老闆娘 凡事都得親力親為了 除了為客人量身打造夢幻婚紗 還得充當臨時演員 還要我們陪演戲的也有 有一對客人進來 是男生先進來 然後他進來的時候呢 他就告訴我們說 他還沒有求婚 那已經有一對朋友 假裝是這個要結婚 然後跟他女朋友說 那你心裡當伴娘 他女朋友也說好 然後就帶來我們店裡 然後就挑衣服 就挑衣服的時候 他就說天啊 為什麼你的伴娘服 都這麼華麗 然後我們的小姐 還要騙他說 對對對 因為那個他們幫你選好的 就是就一定要這麼華麗 因為新娘更更更華麗 然後他們就打扮好了 還幫他化妝 穿得非常美的禮服 然後到了飯店去 然後就音樂想起 然後他的新郎就跪在那邊 跟他求婚 所有的朋友都到了 除了為客人量身打造夢幻婚紗 還得了解 每對新人的戀愛故事 因為這對新人是一個 遠距離的戀愛 可以看到就是兩本不同的護照 對 然後新娘 她是馬來西亞籍 然後就是新郎 她是我們台灣 對 所以就是也是很可愛 他們可能 我不知道他們在交往的過程當中 可能就是那個護照 通通被蓋滿了吧 蓋滿了入出鏡入出鏡這樣子 可能經常用MSN啊 然後彼此互相聊天 然後甚至他們會把他們的一些 MSN的內容 然後符號 然後Kiss kiss 然後愛你愛你 他們會把你當作家人這樣子 包括你拍照的前 他也會打電話給你通知 我會提醒你早點睡覺 我覺得這些小動作 都是很細心 第一次進來 我就滿喜歡這邊的婚紗 所以就選這邊 戀面從無到有 將近五年的時間 從一開始 家用節老公要求提企劃書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寫 我想說什麼東西啊 然後就一直吵啊 他就一直說 不行 你一定要寫出來 然後我就一直拖 一直拖 一直拖 然後他就說 不行 你一定要寫出來 想到了企劃書 賈詠傑就是一個頭兩個大 拖了整整兩個月才提案成功 店面開張之後 還得負責掌控成本 其實選不了的時候 是我們兩個打架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我就說 不要嗎 那個地碼多少錢 然後 那就是不要 然後我就說 我們可以有些代替的商品嗎 一定要從歐洲進口嗎 因為這每一塊 這麼一點點都大概要三五萬 一點點 一點點大概都三五萬 不是這一捲 這一捲要二十幾萬喔 我自己在當老闆最矛盾的地方就是這個 我知道要控制我的成本 要控制那個預算 可是我永遠都會超出 預算超出來卻無法控制 全是因為賈詠傑對美的東西也是愛不釋手 我自己覺得也很特別的一個部分 是它不是用蝴蝶結的方式呈現 它是用一個 好像是一個飄帶 飄下來 然後它有一個不同的皺褶的部分 我覺得它是懂得喜歡我的東西 它會告訴我說 黃初期我願意為這件衣服再結婚一次 就這件 這樣 除了是黃初期 必不可分的合作夥伴 賈詠傑認識員工心目中的好老闆 不錯啊 EQ很高的一個老闆 真的嗎 真的… 不會生氣的 這句話 真的很少生氣說要實話 這句話你到我老公面前去講 真的嗎 你會後空翻倒彈五千公尺 真的啦 EQ很高啦 跟別家老闆比起來已經算很好了 員工眼中的總經理 不僅脾氣好也很豪氣 2008年業績全長10% 賈詠傑二話不說 百萬元就這麼灑了下去 親自帶員工到北海道旅遊去 那個時候是我壓力最大的時候 甚至比服務客人的時候 壓力還要大 因為整個所有的員工是 責任都在我的身上 對 老闆跟他們去完沒有很好玩 好在 婚紗店漸漸打出品牌 即使來到這拍照 至少七萬六千塊錢起跳 在業界屬於高價位的了 但是忘記的時候 一個月還是能夠突破上百對 在店裡 賈詠傑不是藝人 也不是好門貴婦 拔掉了頭銜 選擇將自己歸零 賈詠傑一切從頭開始 前面兩個人 其實在去年整體大環境不佳 但是賈詠傑婚紗店 還是能夠有10%的成長 除了靠著本身店面的口碑 其實也是有機可尋的 因為今年適逢孤卵年 許多新人趕在去年完成了終身大事 而根據了內政部資料顯示了 2007年結婚對數只有13萬對 但是到了去年2008年 卻暴增到了15萬對 整整多了2萬多對 算一算賈魚對新人結婚 平均花掉了100萬元的話 光是去年全台灣結婚產值 就高達了1500億 如此可觀的數目 讓賈詠傑這位明星老闆 腦筋動得也很快 打算擴增店面的空間 希望賺進更多的新台幣 新郎的笑容看出來 裙子那邊有拍到嗎 裙子的整個人那個 上午10點鐘 多半的明星還在糊糊大睡 但是賈詠傑卻早就上工了 和Model相約棚內拍照 掛上了老闆娘的頭銜 每天一覺醒來 總有好多事等著做 等一下給我看一下 那個片子的東西 拍完照還得馬上來到 另外一個工作室參與挑片 先調色 然後調色完之後 我們再來選片 然後選片完再修片 我們再選說我們整個的 就是想要的感覺 然後拿幾張照片很好 這樣子 人家說不是專業的東西不要碰 賈詠傑只能利用自己對美的概念 憑著經驗一次一次做修改 模特兒在挑選的過程中 我們全部都要參與 我們現在不喜歡他很很模特兒 他很有模特兒的架式 其實對我們而言不見得是加分的 你眼睛放大一下 然後看一下眼部的妝的東西 每個月婚紗店都得推出幾套 給客人看的demo本 從一開始的風格策劃 到後頭model的挑選和最後的挑片 賈詠傑每個過程都得參與 原本把他眼睛再畫圓一點 會比較甜 要說老闆不好當真的不是假畫 因為有時候就連拍照都得親自下海 換上每季最新的婚紗 待在棚裡做免費工 對 好 手對放低 對…很好 他們並沒有幫我當人看 真的喔 對 我比那個小媽頭的那個 待遇還不如 然後吃便當只能吃79塊 麥當勞的那個 真的喔 對 好 每拍完一套還得拿起相機 直接檢查呈現出來的效果 一天25套從早拍到晚 賈詠傑笑說比當藝人還要累 是第二天起床的時候 我真的頭痛到爆 我是刮沙刮到全身都是紅的 還好辛苦都是有代價的 只要是角詠傑拍攝的款式 客人的反應都特別的好 做法還滿細膩的 對 像那個鑽啊 羽毛都還滿漂亮的 因為之前弟弟在這邊拍還滿喜歡的 美服也還滿好看的 我最怕接到新人說這句話 不管是哪個新人 他說我要非常低調的 我就覺得低調 低調就很很 其實低調是最難做的 因為要用很多的成本 才能做出好的衣服 從事婚紗業除了禮服款式 攝影技術只要有空 賈詠傑就會背著包包來到店裡 但是看到員工問的第一句話 通常都是 怎麼樣啊 今天的業績 沒錯 劈頭就是問業績了 畢竟出錢的人要承受的壓力 肯定比做事的人來得大 你好 好 我們樓下請 看到客人馬上就問好 家用揭開婚紗店 特別強調的部分就是服務 這個景在哪邊啊 在淡水 潛水人灣 然後他住這邊是要收口通 兩個鐘頭四千喔 這邊 就有一點巴黎島的味道 那就回去我們咖啡店拍就好 對啊 我覺得壓力很大的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這一行是 沒有辦法有空間可以讓你出錯的 只要有時間 賈詠傑不只會親自接待客人 有時候就連接電話這種小事情 都是不假他手 亞青 請接內線 亞青 為了要符合客人要求 光是桌上這一大本行事例 該怎麼設計 就讓他傷透腦筋 如果到了結婚好日子的時候 有很多不同的安排的東西 然後這邊也是 還要看片的 選片的 收片的 所以其實很多很多很多 除了行事例的規劃 員工的薪水也得定期過目蓋章 一筆一筆慢慢核對 但是自認看到數字就會投昏腦賬 公司的財務報表就交給老公來做 我通常看到一些很艱難的報表的時候 我就看過去然後把揪給他 對 就是好 交給你 你幫我看一下 看到不懂的就趕快問 趙傑坦淳結婚七年 覺得很慶幸有個疼愛他的老公 這裡店面施工期間 王趙傑每天都會到店裡 視察個一兩次 每座水晶燈 每個插座 確定沒有出錯才可離開 然後包括我們所有店裡的 每一個裝潢到垃圾桶的採賣 都是我的老公 他親自在幫我做這 每一點點的小細節 那我真的是非常感謝他 謝謝 有個大力支持他的好老公 賈詠傑有的是滿心的感謝 但是外界不免俗的 都會替賈詠傑掛上貴婦的稱號 但是豪門是不是真的深色海呢 賈詠傑自有一套看法 我覺得不管是不是豪門 是不是 我覺得女生如果結了婚之後 有自己的事業又可以兼顧家庭 其實這真的是我覺得 真的很幸運的部分 然後我非常非常珍惜這個部分 不管夫家是不是有錢有事 賈詠傑相信凡事都得靠自己 就像婚紗店要找彩妝師 就得先在他臉上試妝 他只要畫一筆下去就知道了 真的 那個是看照片看不出來的 去年九月才生下第三胎的賈詠傑 現在減肥已經減到53公斤了 比生小孩之前還要瘦 停不下來的個性 讓賈詠傑在坐月子的時候 都還會一股腦的往店裡偷跑 可是到第三胎我根本就沒有在坐月子 根本就不管了 我第一個禮拜就騎著腳踏車回來啦 不過付出總是有回饋的 婚紗店靠著手工禮服打出名號 即使訂做一套最低也要15萬元起跳 不過下訂單的還是大有人在 我可以在我的訂制服裡面 做任何的成本 這是他不管我的那一塊 請來知名服裝設計師 會專門打造手工婚紗 在業界算是創舉了 不過聲音好論起來 店面空間反而不夠用 要不要讓婚紗店擴大一頁呢 家用傑真的有在考慮 有在討論要不要擴充我們的場地 我們場地其實會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不夠 對 會有現在的成績 家用傑銷售完全不在預期之內 不管是幫忙拍照的老闆 挺著大肚子的媽媽 還是老公心目中的好老婆 要成功轉換三種角色 很難 但是賈詠傑他做到了 賈詠傑大膽嘗試把店面 定位在高級婚紗主供頂級課程 甚至還開創了婚紗照以外的服務 像是全家福照或是個人寫真照 希望把市場做大瞄準 新人以外的族群